说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 很多的未来的这些总统候选人们 他们都会被问到这一题 就是你要拿什么来保台呢 还有现在其实在美方的部分 不管是军方或者是智库 都有分析说大陆可能 就会在未来的10年之内 有可能会犯台 可是这样的说法 当然也是考验了未来 我们新的领导人 他们的一些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 另外美方的说法 美方的这些智库所做出的分析 你相信吗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Egypt Today 最新做的一个民调 他说台湾在美中之间 应该要扮演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28.7%的人是认为是要亲美的态度 那4.5%的人是要认为要亲中的 可是其实我们来看到 关键的是有超过5成的民众 他们认为两边都应该要等聚 也就是说不要选边站的意思 好 第二题 谁能够提出一个幸福的B站政策 就有可能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胜出 对于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有6成的选民他们是认同的 只有不到3成的选民他们不认同 那么对于台湾大陆来往路线的看法 到底是要拿什么来保台呢 是要抗中保台 和平保台 还是一国两制 或者是所谓的和中保台 现在居多数的选民有将近5成的选民 他们认为是要和平保台 也就是保台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不要来抗中 因为抗中的可能就是让非常多的年轻人会上战场 好 我们是需要来关注的是 国民党的党副主席夏立妍 他昨天的时候就访问到北京 跟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来会晤 夏立妍重申了这个立场 两岸应该用行动交流化解旗舰 不过也讨论到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还有反对台独跟基础上的修同存异 也就是两人在昨天讨论的一些焦点 而陆委会现在有所回应了 认为说陆方提出的解决台湾的问题 是对台湾主权的矮话 陆委会的发言人邱锤正他就说 关键是要在与中共要放弃反台 不过其实对于美方过去的最近期 有非常多的言论都认为说 中国大陆可能会犯台 但最新的这个言论是美国的 国防部的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 他就说中国大陆的确是有犯台的意图 但他认为在2023年之前 是不会有重大的侵犯 好我们继续关注这个夏立妍 他出访大陆跟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来会晤 期间很多的工商团体其实也纷纷跟进 好比说是三三会理事长林伯峰他就表示 5月底会跟工会协商要共同出访 商总是规划在3月底跟4月初的时候要出访大陆 当然现在要解决的就是两岸之间 观光还有食品进出口的问题 不过出访大陆的时机恐怕又会被绿营扣上红帽子 商总的理事长许舒博就回应 不希望产业界都走不出去困在一个海岛上头 林伯峰他也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要重新思考两岸方正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妍出访大陆 与北京台商台生座谈拼两岸荣兵 工商团体也抓紧时机纷纷跟进 我们还在5月 5月22号左右会出访一个礼拜 那么跟各地的政府跟台商协会 跟台湾的企业交流开会 那我们暂定的时间大概在3月底4月初左右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启会谈 然后恢复交流 商总理事长许舒博喊出五大目标 近期台湾与大陆的订单大幅衰退 严重冲击了出口表现 企业急于破冰之际 还要担心可能被扣上红帽 出去扣产贸易 然后帮助台湾的农民 帮助台湾的商人 帮助台湾的这些老店 然后就被扣上红帽子 那也就算了 那你要怎样呢 那不然大家都不走出去 然后困在一个台岛上 民进党近期炮火猛烈 对夏立炎附露狂抨击式 沦为统战工具 喊出要两岸交流的蔡英文 至今却不见任何动作 蔡政府不愿意动 国民党拼交流还要被骂 夏立炎这次出访将会见 国台办的主任宋涛 更传出要见由统战规划 之声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 被律委质疑是朝共促统 夏立炎强调无政治目的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这样说 能去的都是正正当当 大大方法 我们安排好的行程 一定跟大家报告 那还没有确定的行程 先把可能的情况 也跟大家报告 等于有确定 一定会明确地跟大家说明 等不到蔡政府口中的交流 民间团体自找出入的同时 还可能背负抹红骂名 这对台商们来说 心里恐怕是无谓杂陈 记者黄家伟 张书涵台北报道 好 今天早上我们请到的对台来宾 是前立委孙大谦 大谦委员 委员早安 是 曾荣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 刚刚我们一期再看到了 像是民进党的美服 在选举就要打抗中牌 这一回夏立炎他访路 也一直遭到绿营来抹红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 ETS Day做这个最新民调 其实可以发现到 有很多的民众他们表示说 不要在美国或中国大陆之间 选边站 应该是要维持等距 但是我们看到蔡政府现在的做法 当然就是一昧的亲美 一昧的压保美方 是不是真的是压错保呢 好 另外想要请教大谦歌的是 现在赖清德 他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可是过去他就说 他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当然这样的说法 恐怕很多人都认为说 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万一他2024年总有大选 好 他真的是出来选的话 而且他对于两岸的论述 还是这么的直接还是坚持在台独 这个部分 那民进党党里头该如何迎战 以及对手国民党该如何迎战呢 想听一下大谦歌的分析 好的 我想刚才这个增容 有给大家看过电视墙上的 一些民调的数据 那么从这样的一些民调数据 就可以反映出来 台湾人民心中真实的想法 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保卫台湾 但是保卫台湾并不见得一定要用战争来作为代价 所以台湾人民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所谓维持现状就是维持中华民国 维持现有台湾的民主制度 唯有维持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是台湾人民希望保台最重要的目标 但是同样的台湾人民也并不笨 也不见得一定会被美国跟民进党当成是 牺牲品跟马前竹 因为大家会认真的思考 如果我们想保住现有我们的民主制度 生活方式跟我们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和平 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呢 因为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特别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两岸的和平稳定不是靠卖台达成的 而是靠对话达成的 更不是靠抗中达成的 是靠交流达成的 所以在当民进党跟着美国 绑上了美国的战车 决定要成为美国的马前竹 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小弟的时候 其实台湾人民开始认真思考 就是这样子跟着民进党 台湾真的有未来吗 我们真的有出入吗 更重要的是刚才真容也提到了 就是各式各样的美军的将领 或者是政治的物 都不断的在预告 有的人说2023 24 25 一路讲到现在30年 那么几乎都有两岸发生战争 跟冲突的可能性 可是关键的问题来了 过去长久以来 国际社会面对战争 跟冲突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要避免战争 要怎么样可以避免战争 只有对话跟交流 才能够避免战争 这是一个不变的法则 我从来没有听过说用备战的方式 可以避免战争的 因为当你要用备战的方式 来处理即将发生的冲突 跟战争的时候 你只会将对立的局势 越升越高 然后到一个难以挽回的局面 现在美国对于两岸 即将发生战争 所采取的态度 跟过去长久以来 在国际社会上处理战争 这个避免战争的模式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所以你不由得会让我们强烈的怀疑 美国究竟是希望战争 还是避免战争 因为美国现在的所作所为 民进党现在的所作所为 都是把台湾一步一步的推向战争 台湾的人民过去对于战争 可能没有那么深的体验 但是从这个去年的 Polosi访问台湾 这个中国大陆立刻没收了海峡中线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民进党政府又应美国的要求 把我们的亦南的兵役服役期间 从原本的四个月提高到一年 甚至连我们已经退役的 即将征收教 这个接受教招的这些 这些朋友们 他们的教招的强度跟时间 也要同步的调整 所以你会看到民进党跟美国 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 把台湾变成一个全民皆兵的状态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有必要要变成一个 全民皆兵的状态吗 过去台海和平维持了几十年 为什么现在就维持不下去了呢 维持不下去的原因是台湾造成的吗 还是因为美中争霸 民进党要跟随美国 宁愿被美国牺牲 被美国出卖 也毫无怨言呢 我相信台湾人民在过去这一年来 对美国的立场跟角色 开始高度的怀疑 因为台湾人民看到了美国在阿富汗的表现 看到了美国在乌克兰的表现 我们越来越深信 美国已经习惯 而且正在准备拿台湾人民当棋子 换取美国自己的最大利益 因此我们会看到说 台湾人民对于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意愿 开始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保台 因为我们重新开始思考 用和平的方式也是可以保卫台湾的 谁规定一定要用抗 对抗 一定要用战争 才能够保住台湾的现状 那么我想夏立言代表国民党到 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 或者是三三会和全国商总 即将要这个启程的一些访问团 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两岸能够回到对话 只要能够回到对话 就能够促进交流 只要能够促进交流 就可以重新建立共识 建立互信 如果九二共识这个基础上 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 两岸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 但是前提是两岸没有必要打仗 更没有必要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打仗 我想这是国民党要访问中国大陆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也是朱立伦主席不断的强调 我们要用正大光明的方式来捍卫台湾的利益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谢谢大家